西北戈壁习惯一年血瘦20亿 为何国家要尽重的经济作物西沙瓜 一年收一茬一茬吃一年 西沙瓜个头大 汁水多甜度高还耐运输 而且还能治保50天 这种习惯一经退出 就成为各地经销商的最爱 大家都是争相购买 这让瓜农明白 种的多钱就多 正当瓜农沉浸在数钱的快乐中时 上面突然传来噩耗 国家不让种了 西沙瓜开吸水 让戈壁潭正在失控 不仅破坏环境 还给土地雪上牙霜 西沙瓜就是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西瓜 是绿色生态的奇迹 可它带来的危害也是无法避免的 想要种植西沙瓜 就要在土地上挥一层沙石 把西瓜苗移栽进去 生长又需要很多水分 戈壁滩不下雨怎么办 沙石层就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白天能隔绝一部分热气 晚上温度降低 水气冷凝之后渗入泥土 西瓜正好可以吸收 吸的水越多 长得瓜就越大 可被它一起吸收的 还有土地中的养分 种上几年之后 这土就废了彻底退化 水土流失更加严重 西瓜在这里就是抽水机 让本就贫瘠的地下水 更加雪上加霜 西沙瓜从致富神器 沦落到国家进种 2020年西沙瓜种植面积 超过69.7万摩 人均收入超过万元 瓜浓热的嘴都里到耳朵上了 它们更加肆意的开荒找食 种植更多的西沙瓜 可土地却闹起了毛病 养分被挖控以后 土地板结更加的贫瘠 西瓜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恶魔 抽干了所有的水分和养料 西北原来水修不多 国家在这里 植树种草就是要改善环境 种瓜两年 功亏一贵 但西沙瓜不能完全禁止 种对地方 它还是好同志 但红四宝地区 是千万不能再种植西沙瓜了 2021年起 宁夏就发布了进种公告 可有趣的是 青年路边依然充值了 两块钱一斤的西沙瓜 真正的西沙瓜 其实很少 市场上将近九成 都是贴标产品 宁夏光是去年 就查处了30万吨 假冒西沙瓜产品 伪造政府标识 把五毛钱一斤的西瓜 贴上西沙瓜牌子之后 卖到两块钱一斤 这良心都烂到狗肚子里去了 西沙瓜早就实行了 二标合一的商标 一瓜一标一年一印 还有黄丝线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让消费者吃得更加放心 西沙瓜也属于精品水果 全国专销区只有十几个 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北上广 重庆 成都 武汉 南京 厦门 都有售卖 中国有几百个西瓜品种 麒麟 八四二四 五子西瓜 包括西沙瓜 都是近几年热卖的品种 但其实西瓜是个蔬菜品种 中国人现在能吃的西瓜 都要改些无名猪院士 要不吃辣 我们也要像韩国人一样 在网上叫嚣 为何中国人不吃瓜皮了 二十年前家里穷的时候 也是吃过瓜皮的 现在只是忘记 不知道是啥味道了 左手捧瓜 右手拿勺 是中国人吃瓜的标配 不管是嫁奏中国的韩国媳妇 还是娶了中国媳妇的韩国男人 第一次用这种豪奉的办法 吃瓜时 那都惊呆了 在中国西瓜并不贵 就算是把市面上的品种 都凑齐了 也要不上两百块钱 但在韩国 一个大西瓜 那必须规划好 一点果肉都不能剩 每一个部分都要精打细算 吃西瓜还有个小窍门 其实啊 冰镇过的西瓜会更甜 也会更加结束 所以吃西瓜之前 放冰箱两小时之后再吃 夏日结束神奇的体验感更足 隔夜的西瓜也是能吃的 但是吃之前啊 要把切面砍掉 这样就不怕西瓜导致拉肚子 或者进医院了